节目开始前先感谢本集干爹棉豆腐的赞助播出 棉豆腐是一家床垫专门制造所 专门制作躺一秒就不想起来的超好睡床垫 台湾设计制造工厂直送 一年出货破万张压倒性好评 一百万试睡计划不满意全额退费 立刻搜寻棉豆腐在自己的卧房尽情体验 以下请收听广播剧 棉豆腐之阿明的一天 哎呦半夜突然一件尿衣 不起来上厕所真的门花兜 哎年纪大了哦 膨胱真的不能用 要死我阿明哦 半夜你不睡觉在客厅干嘛啦 吓死人呐 阿慧啊 我房间床好像有问题啊 怎么躺都不对 整个人腰痠背痛真的受不了 我怕这样下去我一整夜失眠 明天表现不好的话 万一老板把我fire掉怎么办 所以我才跑来客厅坐着睡觉的 老公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个问题呢 哇前几天刚好拿到一张棉豆腐的传单 上面的床垫看起来好棒哦 而且不只有一种可以选哦 它有一般的棉豆腐 也有大人口味的芝麻豆腐 听说睡过的人都说回不去了呢 如果你想要支撑力比较多一点的床垫 那你选芝麻豆腐好了啦 哇老婆你怎么知道这么好的东西啊 这么好康都不让我知道 那我买这个棉豆腐 会送另外一种豆腐吗 呵呵 哎呦死相耶 谁叫你打呼那么大声 我只好跟你分房睡 我们先赶快下定啦 棉豆腐算货来请签收 阿咪阿咪我们订的芝麻豆腐来了耶 而且他们说啊如果睡了不满意 一百天内都可以颓废哦 阿卉简直太棒了 我现在就迫不及待想要睡咯 吼老公先吃完晚饭再睡啦 知道我怎么可能错过老婆辛苦煮的饭呢 吃饱饭洗完澡 终于可以试堂我的芝麻豆腐咯 嘿咻嘿咻 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这两千颗独立筒的支撑力 厚实的记忆棉跟天然乳胶 天丝表层的细致感受 实在是太舒服太小碎啦 我快要抵挡不住周公热情的邀约咯 老公老公起床了起床了啦 都几点了还在睡 再不起来你上班就要迟到咧 哎呀我怎么会没听到闹钟声 都是这个棉豆腐害我睡得好沉好香 我要赶快起来换衣服去上班了 老婆还好有你叫我 不会不会赶快出门了 看你睡得这么香 我自己也想换一个棉豆腐了呢 哎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一起睡哦 好啦老婆快乐我就快乐 老公我等等就去帮你下单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 我是宅女小红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到 可能一个小时的节目不一定 就是看我们聊的多久 那希望带给大家呢 就是满满的废话 和可能有一点点的收获 反正人生苦短对不对 那大家就笑一笑咯 今天的主题是 当数位诸葛亮诸大爷遇上 科技白痴网红十足鸟 他们聊得下去吗 是的 虽然我贵为网红十足鸟 而且我老子 在当网红的时候 你还在沙坑里头玩沙 可是呢 我的电脑知识薄弱到超乎你的想象 我其实不太会发IG的限度 哈哈哈哈 那Podcast是今年初经纪人一直逼我才开的 那Clubhouse就是我老公申请了 然后我就硬是跟上去以后 就觉得天哪我跟他连接度好低喔 拿着iPad 因为我是用iPad啦 为什么不能追剧呢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在用 那为了要延续我网红十足鸟的生命呢 我们今天其实是不是应该学一些科技新知 所以呢 今天来宾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名字了 我们欢迎朱大爷 大家好 我是朱 朱 你要自我介绍吗 我有需要自我介绍吗 因为我这边都是太太 搞不好他们不认识你 可是因为我的 就是我本人 原本的那个粉丝团的客群 比较是就是30岁的 OL 对啊 对OL 欸我跟你讲我跟我朋友说 那你叫朱大爷吗 他说不知道那是谁啊 我说剧情可以 剧瓶可以毒蛇 待人必要进河 他说就是他 对我比较 不一定会使用朱大爷这个名字 出现在各处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直讲说 我们欢迎剧瓶可以毒蛇 待人必要进河 我现在都比较常称自己是朱 哦OK 因为朱他其实很忙碌喔 他有经营他的粉丝团 然后呢 他其实是一个有正常的工作的年轻人 对 然后他还有在副业 在YouTube频道当陪审团的制作人 对 你干嘛忙成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的介绍很像 就是你说 数位诸葛亮 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整个开头 很像我是要来介绍电脑 对啊没错 3C阿达 电脑王阿达 我本人也不是电脑王阿达 我非常的不会使用电脑 你也不会比我会吧 嗯 应该比你会一点 但是就是我也不是走会使用的路线 我工程师在翻白眼 哈啰 大家好 诶 对我忘了介绍 很会用 哈哈哈 他是很会用电脑的人 很会用 对我很会 不会啦还好 普普通通 跟一般人差不多 OK 那首先我想问朱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啊 你给人的感觉是也没有特别上镜 对我是一个不是很上镜的人 那你做那么多事干嘛 嗯 嗯应该是我通常做一件事都是因为我很喜欢进行那件事 比如说我写关于戏剧的事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躺着看剧 那我就是偶尔会有一些心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会写出来 嗯 然后就不小心红了这样 可是你也太长了 因为就是为了要制造一些个人特色 而且因为我本人就是思路本来就是走比较啰嗦的路线 可是大家都很爱看啊 对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是写短的 一开始最早最早我在大学时期红的时候 那是几年前 嗯大概是十几年前 所以你也是网红十足尿欸 我其实也红蛮久 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只有在PTT红 所以就是只有非常小的人知道这件事 嗯我在PTT其实就是在日剧版就是用朱大爷这个名字在写 哦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写一部戏 我可能只会给他大概五句话左右 嗯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短评很红 然后我后来隔了很多年才出来 就出社会的时候才创了那个粉丝团 然后粉丝团那时候是为了做不同的模式 因为脸书的贴文就不适合做那种一条一条的一句话的 不会啊吕秋元不就这样 有吗吕秋元 吕秋元我们问吕秋元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是他都一条一条 但他每一条都会解释蛮长的 他都有十条对不对 对但他的十条还会解释十件事 就是我那个一条一条是真的就是一句话一条 嗯 我觉得不太适合做在脸书上 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是写长文的形式 哦 对那为什么你还要再去当那个呢PD 哦那就是我刚刚就是讲 我每一件事都是因为我喜欢做那个事 然后我去当YouTube的PD 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爱看连续剧之后 对你好久没有写新剧了 对因为就是对连续剧有点疲乏 所以我后来就是转成爱看YouTube 而且因为我后来就是在公司 比较喜欢当薪水小偷 薪小 所以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偶尔会打开YouTube 看一些影片 然后我就是热衷于看YouTube之后 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自己可以制作一些节目的事情 被老板知道这样好吗 呃我是蛮想要他知道 我现在常常在我自己的节目就讲这件事 为什么你希望他fire你吗 对我希望老板赶快发现我现在很想离职 诶我跟你讲离职以后 真的不会去看YouTube频道 然后也不会一直逛网站 然后也不会那个团购 因为你自己在家有很多自己的时间 你就觉得你到底干嘛要做这些事情 没错因为我其实大部分YouTube都是在公司看的 对啊因为我有个上班族的同事 他大概十点前都丢大量的垃圾新闻给我看 然后他十点前他都在边吃早餐边看新闻 然后十点以后他就在开始想午餐要吃什么 我我没有就是到这个程度 大概就是我的确是因为上班太苦闷 所以而接触了YouTube 然后现在变成PD 哦那这样子感觉 因为你在粉丝团里写到说呢 你觉得部落客从某个岁数开始 会有非常多彩多子的心态转折 比如说刚出道的时候不想要接业配 然后后来年纪少少 就是发现人需要有点钱 然后呢你就开始接业配了 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心理转折吗 呃我那个心理转折没有很特别 就是不是因为某一个品牌来问 而你感觉需要接就是 你就是喜欢那个东西 应该就是你上班到某一个年头 比如说你过个两三年 你就会发现那个收入 跟你要支出的事情 其实有一点落差 尤其住台北就是你每天花 因为我餐费很高 所以我就是会每天算下来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呃新年要回家发红包的时候 就是钱不够用就对了 对这样算下来就会觉得 那个入不敷出 所以需要拖一些金流 欸我问你哦 你的业配收入有没有高过你的薪水 有 我那时候也是 而且我跟你讲我写一个业配就高过 一个 因为我一个月薪水很低 不是因为我业配高 是因为我真的薪水很低 但我还是苦熬在办公室 因为我太喜欢上班了 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前几天才刚录了一集 就在讲说 我为什么暂时就是还没有离职 就是我在细数 办公室有哪些事让我留下来 就是一些可以当薪水小偷 以及就是中央空调这一类的内容 中程师你都不想插话吗 你不想我们就要继续聊咯 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的话 就是早点 他没有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没有不喜欢欸 嗯 可是你刚才是说那个 你希望老板发现 我现在的想离职念头 是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忙 然后加上我的 我的上班族工作 近期有一些变动 所以我也 上班族那边也非常的忙 其实我如果照去年的tempo呢 我是一个心小 就是我在公司其实可以比较安稳的 进行一些事情 业外收入 对 那个时候 我在去年我就觉得过得很好 但因为今年就是业务有一些改变 然后我 公司变太忙 然后我现在就是主业跟副业都非常的忙 所以我就是有点痛苦 那我问你喔 那你鼓励年轻人就是来当网红吗 因为很多 据说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薪水 职业的志向的前几名就是网红欸 你鼓励大家放弃一切来当网红吗 你的椅子跟外套都有一些声音 是我的吗 就是你 你的外套 这外套怎么会有声音 你就是有声音 它超多声音好不好 你给我螺子录音 有而且你的椅子一直咯咯咯咯 它有给我螺子录音 然后它的乳毛就一直搓到外套 不要再乖乖乖了好嗎 剛剛聽到一直想說我一直講話 然後一直有一個外套的聲音在動 快去乖乖 剛剛說的你鼓勵年輕人放棄一切來當網紅嗎 因為我跟你講做很多事情 像工程師這種人 他就覺得你要專心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 可是當網紅這件事情 我認為你專心也不一定做得好 你就是要靠運氣 所以你必須要先維持你自己基本的收入 然後再試著當網紅 看看你有沒有辦法贏過他 你覺得呢 我是鼓勵大家就是可以盡量在社群上 或是網路上發現一些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或是你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一些你喜歡的事情 然後透過社群或網路去試試看 你能不能擴散出來 如果不行就是你沒有那個條件 真的我覺得是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一直覺得我運氣算很好 因為我在一個很久以前 根本沒有什麼媒體的時代 你知道我開始用電腦的時候 電腦是那個嗎 很厚的一台 對是很厚的一台 然後插一個DOS開機 很久以前是黑底綠漬 我也不知道黑底綠漬 沒有啦 有啦是啦 是黑底綠漬 要插詩片 要插詩片 還有以天中的好不好 然後要接那個電話線 然後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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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 是我們的年代有今天那個已經是 我們年代有經歷 今天那個已經是 那時候我已經出社會了 那時候我已經出社會了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很容易 其實我那個時候要走紅是容易的 然後那個時候幾乎就只有皮克棒 無名 我比皮克棒還早 我覺得我出來的時候好像沒有皮克棒 因為無名 還有番薯燈 哈哈哈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每个时代的环境跟机会 你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部落客 可是应该说媒体很少 所以没有什么Facebook 以现在的名词来说 其实你那个年代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自媒体了 真的吗 真的只是他们使用的平台不一样 对 我刚才问真成功耶 哈哈哈 我刚才问真成功本人耶 因为以前真的很少东西 以前只有部落格 那现在后来变成说你要有Facebook 要Like IG Twitter Google家 还有一些YouTube Clubhouse 这种到底是什么鬼 Google家还在吗 对Google家是什么啊 Google家已经死了吧 这是写脚本人说的 写脚本人也是个老人 他可能也查了很久 我记得现在早就没有Google家这件事啦 他早就收掉了 对啊 可是因为我那个年代 你不需要焦头烂额的操作很多个媒体 应该是说现在曝光的管道非常的多 我自己觉得就是你有特色的人 其实你不一定需要很多地方 都一起在做曝光这件事 但是就是 你就像法拉利姐 你说的特色是什么 你很爱举例 我就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就是个人特质非常强的话 然后你一直一心觉得 我应该就是可以当网红吧 的那一种人呢 你就是可以试试看 先经营其中某一个平台做做看 可是现在大家都说Facebook已经老了耶 所以你建议大家要从哪一个开始 现在的 今时今日 现在此刻想要当网红人 要从哪一个开始 绝对不是Facebook啊 OK 对 我自己觉得就是YouTube 还是目前年轻人比较 常使用的 可是我觉得当YouTuber好苦哦 因为新人好多好多 而且大家一个玩的比一个疯 哦对哦 YouTube现在就是已经过了那个蓝海的时期 就是现在他是一个饱和 台湾是饱和状态 所以就是还是很难充啊 那你觉得哪一些不要理他 我们可以直接棄手 就是Facebook吗 不是 我不行啦 因为我是老人 以你的话是不行 但如果是以他现在要进场的人 我个人是觉得不用做脸书 哦 那应该做IG吗 IG比脸书好用 真的吗 嗯 我超不会用IG的 你知道我不会看私讯这件事吧 王小姐教我很多次 我今前教我很多次 但我每次会忘记 因为我之前传私讯给你 我都想说你是不是不会看 因为你常常就是 读了啦 好像不会回 没有我没有应该是没有读 应该是别人用了我的账号 不小心进去读了 哦 我大概在若干个月后 突然 有一次是不是跟王小姐说 张艺 张艺留言给我 我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会看 我希望张艺 如果你听到这一节的话 我真的不是臭拽 我是真的不会看私讯 但我必须说你 以你就是十足鸟的身份 认识张艺还算蛮厉害的吧 没有那是因为王小姐很喜欢他 他就一直在我面前说张艺 张艺如果你愿意唱我节目 王小姐非常喜欢你 希望你去来上我的节目 他应该愿意来吧 因为我其实我就是 我有周遭问过一些YouTube YouTuber 然后一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都还蛮喜欢你的 就是你本人的那个扩散程度 其实好像不止有在妈妈界 就一些年轻人其实还是会喜欢啦 但我这边的年轻人不是 二十岁出头的 讲的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有啊 我最近会接触到一些大概三十 快要三十三十左右的年轻人 都说我高中的时候就会看你 我知道我知道 我高中的时候就会看你 就是某一个 好悲伤哦 有一个年代的年轻人 现在是会喜欢你的 哦好悲伤 够了 我们不要再说这句话了好吗 那我现在要问哦 因为为了跟上社群潮流呢 我后来我有一阵子 我去年有一阵子很用心的 在拍YouTube影片 然后我发现我粉丝根本就不买单耶 你觉得是我错估形式了吗 还是呢 我们这种老人 真的在影片圈混不下去 我觉得应该只是 他们需要被慢慢的带去那个地方 我觉得你的问题 是因为你的脸书的被子太强了 所以他们不愿意去YouTube吗 不是是你会害怕 比如说你在YouTube发了 没有人看的话 你就会马上发在脸书上 就你会把它变成一个脸书的 贴文 影片 是啊 你会直接在脸书发那个影片 对 然后大家就会在 对 大家就会习惯脸书看这件事 就是如果是我来操作的话 我一定 死都不会放在脸书上 去看YouTube 没有 可是我们就是放在YouTube上 然后就800的人看 对 但就是你就是要经历一个 症痛的期间 我已经这么老了 我为什么要承受这种打击 对 所以 所以我是说就是 我刚刚的那个意见呢 是给一些 就是不是粉丝基础有像你这么大的人 因为如果是你粉丝基础这么大 然后再加上你又是 十足鸟的身份 我不会特别觉得 你一定要去进YouTube 因为 那你建议罗志祥怎么做 听说罗志祥 罗志祥YouTube好难看哦 听说罗志祥影片一开始 我今天刚才看到 好像一开始都五十几万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影片大概三 因为他的 他的PD就是很烂啊 还在那边骂人 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找你了哦 所以那如果你找罗志祥 你会做哪一类的规划呢 我不会做他的规划 运动类吗 他有做运动类啊 他就是有在做他怎么 对啊 连我都知道 他有做他运动 我老公还看罗石峰的 罗石峰很好看 超好看的啊 罗石峰的PD算是认真的PD 那我问你最喜欢看哪一个YouTube频道 不可以说你自己都 呃我最常看的应该是 一加一 一对情侣开的YouTube的频道 嗯 然后他是比较偏生活系的 然后他们是会拍很漂亮的画面 但是他们本人又是有趣的 嗯 对就是 就是你自己其实也喜欢生活的平时的 呃因为我个人是 一开始就是爱看生活片 所以我才后来做 陪成团这个频道 因为我们也是生活 你们不是 我们是啊就是吃东西 谁会没事出去一直大吃十家 我们后来没有一直大吃十家 就是会吃几家 但是因为 因为你如果只做吃一家 那就是完全在 那就是业配他 以及就是或者就是那就是一个 无聊人在记录他某一天的晚餐 就是他不是一个企划 嗯 所以就是如果是吃的形式的企划 被构成他一定就是需要吃比较多家 他要有一个主题绕在那边 那你其实喜欢生活平时 那工程师你选哪一类 你可感性啊不是吧 屁啦 你喜欢什么 但是我喜欢这种就是讲一些比较 悬案的 就是科幻也好或者是 对或者是讲一些 你刚刚说这一种是哪一种 对啊 就是比方说 因为他用眼神看着我 宝洁类的啊 你知道吗 宝洁 你把他算成YouTuber吗 像没有啊 你看那个老高他们其实也算这种 你就爱看老高 我很久没看老高了 很久没看 因为我记得我在大概一年前 就是去你家吃饭的时候 你也是在聊老高 对对 但是我很久没看了 因为 因为其实我发现这类还蛮多的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类是要花很多时间 奇怪吗 我的椅子就一直叫 我要不要换一张椅子算了 我根本也没动啊 他就一直叫我有什么办法 没有关系 他心情其实不是说他椅子会叫 因为你刚刚为什么在空拍的时候 椅子会叫 对啊 而且我记得就是在那个一年前 询问你的时候 你自己有讲说 你的梦想就是你想要做一个 类似这种的频道 没有没有 我想说我要做一系列的YouTuber 来致敬我喜欢的YouTuber 那那一系列现在去哪 在哪里 没有我们就放弃这样子 男人只剩下一张嘴 中年男子只剩下一张嘴 可以讲你想要跟谁致敬 现在是要分享大家喜欢的YouTuber 快啊 你要说你要跟谁致敬 老高和小莫还有呢 没有 我只想要跟小莫致敬的话 所以你要当老高 然后有一个人来cosplay你的小莫吗 没有啦 没有啦 那个人不是我你也可以吗 你可以有别的搭档吗 不行不行 但我觉得就是 Pockets这个舞台有让工程师比较跳出来吧 有耶 而且他会他会念出 就是在赞同他 喜欢他的粉丝留言给我听 我心里想说天啊太毛了 我这边传授一些 如果年轻人你想要当网红的话 不要去看留言 我从来不看留言 就算今天新闻写到我 我都不会点开看 我是连点开都不会点开哦 我不会看看里面 然后不看留言 除非我 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 不然通常你看到大标 你就知道他今天想要写什么了 然后我连点开都不会点开 因为我觉得看那些留言很不快乐 但那是因为你 你的身份也是高到可以上新闻 没有有的上了新闻 拜托 连我这样的都会写嘴见网红 然后都不写名字耶 因为有些人他只是 就是在IG限动被提及一下下他们就会很开心 可是你不觉得看那些留言很不快乐吗 因为一定会有一堆人在骂你啊 大部分的像我这种怪奇怪状的人 然后大家就会说丑八怪是谁啊 阿妈阿狗都可以当网红 就是大部分都是这种留言啊 我是觉得就是不用太认真看这些 但是就是 连看都不要去看 因为工程师很喜欢看 而且他会朗诵 但因为如果是在自己的一个 区域里面的那种留言 通常还算是满激励人心的吧 哦对就是你不要走出去 所以上新闻的千万不能看 新闻的是不用看啦 新闻就不是你的舒适圈 但我觉得就是Apple Podcast的那个留言那边 其实还是有大部分都是同温层人 所以是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都会慢慢的去看 然后会回他这样吗 呃对 但因为那主要是我们的经营策略 因为我本人就是我自己的粉丝团 其实我是没有在看留言的 就是很早以前就有呼吁大家说 我是一个懶的看留言的人 但因为我现在在经营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个有点不是在经营我自己 所以那个的留言我就会看 而且工程师考上想出另外九个 想讲另外九个 但我们一直不让他讲就插话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你想要跟谁知情 我记得在你家听到的时候 你那个规划还蛮多的 对啊 你那时候连想要怎么拍 跟那个主题就有讲出来 那我都没有听见 我都没有在听他讲话 我有记得就是 我在洗菜吗 他规划大概两集所有的内容 而且都不是老高小莫的 那时候我一定喝醉了吧 那时候我只觉得那个节目听起来好难看 但是就是我都有说 也想的蛮多的 你社会化的很成功耶 你也觉得那节目应该会很难看 对不对 工程师 谢谢你 那还有什么呢 你还想要什么 谢谢指教 快点啦 你不讲出来以后也没有机会讲 我觉得有几个节目蛮好的 蛮也是蛮推荐大家看 比方说X调查嘛 我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其实我最近很少看 那你都在干嘛打电动 就是工作啊 没有你在打电动啊 没有没有真的在工作 OK 我想想看我自己 我其实我自己也会喜欢看生活类的 就是改造家里那种 然后我之前看一个 我一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你都好可怕 他会从淘宝上面买 买东西 然后自己做出一个衣帽间 蛮厉害的啊 那蛮厉害的 然后就是改造后厨房 改造后阳台什么之类 那哪里可怕了 因为很可怕 因为做衣帽间 因为像我们这种中年人 我们就会花钱做 我就会花钱请人家做 你的可怕的意思是 没有他从淘宝 然后等海运 等运 然后自己把一个一个 敲到墙壁里 然后自己做起来 然后弄得很像外面 外面整个做好的 就是DIY就对 就全部都自己来 对而且就是他们一对夫妻自己做 那很厉害 我超爱看那个 那后来就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那你喜欢DIY吗 我终于可以开到一点小黄枪 一直找不到机会 你就会喜欢开黄枪 对不对 我那天打开她IG 看到那个女的穿很小件的泳装 我就说这个人是谁 她说她不知道 IG推荐她穿很小件的泳装 她觉得很好看 她就那个追踪 你说她就追踪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男生会这样 你会因为看 没有我只会看到动物的我会追踪 可是她看到人家穿极小泳装 然后就追踪她了 她也不知道那是谁 而且是韩文的 她也听不懂讲 看不懂字 因为就是如果你常常看同样类型的人的话 IG确实会推荐蛮准的 连控给你 难怪我IG打开都是动物 对就是你如果太常看动物 就是她整面的那个推荐场 就会只有动物 所以你现在工程师的IG都是小泳装 都是肉色吗 就是泳装跟她喜欢那个形态的那个 国籍也有可能 然后大家就她就去追踪 然后就IG一滑就全部都是肉色 我是不会就是看到那个墙推荐给我就去追踪 但是那个墙的确你点进去看的时候 你会一直想要点很多张图进去看 嗯 我帮她讲一下话 就是有的时候只是不小心会点进去 然后她可能看了两三张照片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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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让我为我自己辩护一下 好 人家要贴什么东西上来我能阻止吗 哈哈哈 哦你的意思是说她本来 你追踪她的时候她就写了一首诗 然后你觉得很美所以你就追踪她了 嗯 快来她就开始一直穿小泳装 你也真的很受不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 那可以退追啊 对啊你可以退追踪啊 哎呀我不会退追 哈哈哈 那你教她数位诸葛亮 你教大家怎么退追踪 就是在追踪那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会变退追踪了 嗯 OK 好的 欸最后需要请你推荐剧 你最近有看什么剧吗 是 已经到最后了吗 这么快了 当然啊因为很久了吧 你应该是要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我很想要讲的 什么 Podcast的那个 我偏不问啊 我就是要讲 因为我有今天的地位 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哈哈哈 我不管 我 因为我现在就是懒得推进去 所以我现在硬要把那个话拉回来 OK 嗯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 我其实不会上别人的节目 哦 对 所以我是自己人吗 对 一个原因就是我只上认识的人 然后而且因为我通常现在上 我也会跟沈一起上 我不太可能会自己出现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蛮难聊的人 嗯不会啊 有比我难聊 对啊 工程师比较难聊 我都可以跟他聊一辈子 是没有比你难聊 是没有比你难聊 但是我是说难聊程度就是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这么的正式在 好像一直有在对话的交集里面 但如果是比如说去吃饭那种聊天 我就是可以 对但是就是 这种形态的我比较不行 我会有点自己做不住 不会你明明就算健谈 其实你是很健谈 跟工程师比 对跟他比是健谈 但是就是我是努力的让自己很健谈 你是不是希望我谢谢你 不是 我是要跟大家说就是 我其实今天来呢 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之所以会接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其实 宅女小龙这个节目呢 目前算是我们的严重的敬业 对 因为他 那个分类呢 跟我的Podcast节目 其实是在同一个分类之外呢 他每周三晚上更新 然后我是每周四 早上更新 我们当初没想到 对所以就是 我们的那更新时间其实 差不多 所以我们 在抢那个排红榜的时间 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都要抢 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排红榜 你该不会以为我们针对你吧 我是没有觉得你 你针对我 但是就是我们当初看到的时候 就会有点吓坏 因为那个 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就是挑了那个宗教这个类型 想说 哇这类型完全都没有对手 我们就赶快塞进来 而且 第一个月都没有人 所以我们都非常欢乐 一直在上面霸榜 然后 所以你说是什么师父都没有赢你们 各种师父跟一些什么主日学 都赢不了我们 然后就是 你那个分类一出来在宗教说 我想我就赶快跟那个 我们的其他的团员说 我们完蛋了 因为我就是看到你说要宗教 我以为大家都选宗教 老师说因为我根本不会去看 我到现在我都还不太会看排行榜 都要我老公跟我说 所以呢 其实我也没有去看别人是什么分类 可是你的讲法 我是在你的私人的脸书看到 宗教榜好棒什么的 我就想说 是不是大家都在宗教榜 然后我就跟王小姐说 那我们也选宗教 没有 宗教榜好棒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里面都没人 可是我老公说我们很不尊敬 他觉得我们会遭报应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说 嗯这样很不尊敬 会遭报应 你们赶快换一个类型 你们赶快换一个 就是 这种报应就是我们这种 小朋友来吃就好 你们需要修一些设例 因为你身体比较好 对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群很健壮的人 哦 我跟你讲那个 我们两个的节目啊 有被 我最近有收到一张就是那个 有发单吗 我忘了 反正就是 有一个Podcast的讲座里面 有把我们两个节目并列 然后坐在他的简报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要进场Podcast 你可以模仿这种形态 就是他故意在特殊的类别里面 杀出一条邪路 哈 那以后宗教榜 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 不打人啊 师父会被气死啊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嗯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因为其实热门节目 他是不分类去排的啊 对啊 他是必讲话就想笑 明明他没有在讲什么 哈哈哈哈 我让你哺痴一下 你选一个特别的 你选一个特别少的目录去争第一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我跟你说那一个真法呢 就是这一种选特殊类型的人 他只有本身带流量的人 有办法做这件事 比如说其他小节目 他进来宗教开 他可能可以抢到前十名 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热门榜 但是因为有一定流量的人 他本来就可以进到热门榜 但是就是他会有多一个特殊的事情 可以拿来做 那个拿来做 比如说我可以在社群上一直讲说 啊我在宗教爸爸 然后我有好多的东西 我可以做成社群的内容 或者是我在比如说跟厂商报名次的时候 我可以说我在某一个榜一直都是第一名 就是他对本来就有一定程度流量的人来说 就是选比较特殊的类型 是有操作的空间 但是如果对一般小的一个路人 他想要开节目 他故意开在宗教榜 就是这个是比较没有影响的 诶今天终究是有一点教育意义的耶 那我觉得所以宗教榜 其实是有他好处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遭到报应 我们以后节目结束前就念一段心经 念一段心经 回向给谁 你觉得怎么样 回向给朱大姐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念心经这个内容 反而更容易引起真正的宗教人士的生气 为什么路人不能念心经 他就觉得你有点是嘲讽他在念 不行 没有啦 师傅不会这样的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 就是无用小百科 这个呢 无用小百科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 其实你不知道不会怎么样 但知道了 也没什么坏事的那个单元 那今天因为请了数位 祝福良来一场节目 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些 关于科技的无用小百科 天哪好专业 我从来我不相信耶 每次过完卖场 到停车会要找车的时候 都会找不到你的车对不对 他说如果你把汽车的遥控器 对着自己的头 讯号就会变强 有这种事吗 不可能 我是蛮想看你试的 你看我老公超会找不到车 而且他会找不到他在哪一层 他是连在哪一层 他都常常找不到 可是我刚才我后来快开车以后 我原谅他了 因为我也会找不到 可是我以前看他找 我就会超火 我们好像都是会拍一张照 就是证明我的车现在停在这 可是他有时候会忘记他在几楼 那你就是把他对着你的头试试看 我是蛮信这种小偏方的 真的吗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资料照片 他是对着下巴 像以为要拿枪自禁一样对着他的下巴 所以呢 如果你下次在停车场 找不到你的车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喔 那还有呢 当你没有办法分辨电池 还有没有电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只要把电池拿离桌面一小段的距离 放下来还站着的就是有电的 倒下就是没电的 到底他到底哪来找到的啊 这个其实有可能 这个其实有可能 因为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材料 因为放完电 所以他可能那个不会很平均 是吗 我不知道他刚整段听起来就在乱讲 对我跟你讲我们节目无用小百科 我觉得他不带无用他还乱讲话 因为呢他专门找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知识 他上次说老二男生老二等于三根大拇指 你就有可能吗 三根大拇指欸 而且我刚就是我也有说到这份内容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他的无用小百科 他都没有写他的那个来源是什么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找的 可是他的所有 而且我跟你讲 我所有在跟男生说 我老二等于那个大拇指几个的时候 女生都会拿出大拇指 然后男生都会必谈 哈哈哈哈 这大拇指有多短 他先给我看 为什么没有一个男生愿意谈这件事 对啊 无用小百科是不是没有一次是正确的 没有每一次都不正确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询问大家 就是说你们自己对于这件事 如果有看法 或是你们有确认的来源或管道 你可以留在那个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有看法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吧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你要留言在那 Apple Podcast的那个留言 可是我又不会看 哈哈哈哈 你叫你的小姐去看 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的疑问呢 或是你对我们无用小百科的内容 觉得有疑惑的话 或是你有心得的话 或是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也请订阅我的节目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人生中的疑惑 也可以报名我们的比友亲红登单员 我们有可能会回你喔 那最后 朱大你要宣传一下你的Podcast吗 我的Podcast 剪掉 我的Podcast就是现在在跟小红 在同一个分类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在第二名的一个节目 叫做100% 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命名都很有创意 我蛮喜欢的 因为我是PD 你知道我们节目为什么没完没了 就是你觉得你可以画到句点的时候 他都会再抛出一个 没有办法画到句点的节目 因为你突然这句是有要专访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出来这句就是没有办法画下句点 那你收尾 谢谢大家 那你有听我们节目吗 有啊有啊 我上次有听你那个 你说10个那个业佩来找你的那个 但是最后一个都不会成的那个 哦 他念了我的那个标题 对啊我想说这个标题我也知道啊 没有我有听 对对对 是不是又没办法说尾了 你不是找了一个那个吗 内内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吧 我标题又写 那标题又写内内哦 因为他看成内内 所以他才不进去看啦 也是有可能 他以为是内内 抱歉 他以为文青写内内会写内内 所以他就点进去听了 结果不是 总之就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人都可以顺便按去宗教的第二名的那个节目听 100%审 好不好 没有啊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他会推荐第二名啊 会 但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点进去这样 因为你们的流量大到就是我们现在都无法撼动 所以我只能 请求你们的那个流量的人倒一点过来 不要这样说 说这种话到时候我们都要输了就很丢脸 我们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输啊 不然呢 OK可以结束吗 工程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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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